姐姐,昨天有鬥在基督軍王小堂 做我他伯伯 的扑街, Mark 我和他去看出鹹片《遙山艷史》, 乘機一邊看一邊伸他一隻死人鹹豬手 進去握我對奶奶,連我狠狠狠狠。 掛出影畫 氣喊傘 成那季林 都敢拍, 要剪掉那些肉感香艷鏡頭才會被拍, 還不夠七被毀過六部槍的狗機進去看。 原來香港戲院拍多些東西, 不想跪得近來這麼多牟利, 不想省城榮漢戲院看, 要坐三個中江南快車來香港看。 啊啦,快點開無線電播音台, 這位後婆許曼麗上來講話, 我想聽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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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她是怎樣的樣子和英俊游官人拍照。 游官人之前在新加坡跳舞, 被艷星陽奈美索麻做乾弟弟果督風流蘇州市, 以及說許曼麗為魏羅歐劇社, 在省城做文明戲, 向舞台鼠小燦打《游官人歌香爐》等一件事。 本台今晚訪問上海嚴聲許曼麗小姐, 現在開始! 《中華民國二十一年秋天》, 上海藝聯影業公司已被死落廣西差影畫戲, 在上海四處刮友, 老娘因爲和王伊初先生兩兄弟都很老死, 所以我想都沒有想,就跟他們死去。 出發下來香港那天, 記得是娘起侵入的秋夜, 老娘抱著一邊勁,一邊喜的心情, 離開上海。 全程又要乘搭大洋船, 又要乘坐巴士車, 長途拔涉, 到處都被守國民政府和廣西民眾歡迎, 向廣西省會南寧做了個多月夜, 我們便接到到要山去的棟元寧。 當時,王伊初先生說救老娘, 告訴老娘在套映畫戲劇, 淡精祖精印包頭, 老娘自開始釋景, 事關老娘知道, 遙山艷史, 所乎重大使命, 家機又沒有太多銀魔經驗, 怎能擔大棋呢? 說起上來真是醜醜, 老娘向城出映畫戲劇, 從來都沒有努力表演過, 雖然老娘住在遙山時, 都細心留意過遙人山番是怎樣生活, 男女如何搞事, 但要老娘一個習慣在大幅生活的時代女性, 去演繹還有鄉口依靈美的山番感情, 真是好能出能搞得定的。 有觀眾朋友說, 老娘做孟乃失戀過場戲, 好能似, 都可以說對的。 事關那時, 老娘真是跟黃雲碗個 鬥靚仔明星, 由觀人拍攝托馬, 只要老娘想起她 和第二條女奶在那時, 悲哀的感情都自然來了家, 遙山艷史, 這些字幕都有句話, 甜蜜的戀愛, 酸苦的道義, 是無論哪種民族都有的領略本能力。 成兩個月的遙山生活, 遙老娘對於人生的觀察力改變了好能多, 遙山的確給老娘不少甜蜜的回憶。 美麗的憧憬, 老娘願將家機渺小的靈魂, 永遠埋葬在大自然的壞譜樹。 剛才一節是訪問上海嚴聲許文麗小姐, 現在站告完畢,下次再會! 作詞曲 李宗盛